白羊女最适合共度一生的男人星座,狮子男白羊女,渴望丰富多彩的人生和爱情,她会选择具备有勇敢点心感特质于一生的男人和自己共度一生。 白羊女和狮子男都有争强好胜的天性,一级强烈的占有欲,是一对可以相互鼓励点相互促进,点共度一生的好伴侣,两个人的联手将无往不利。 金牛女最适合共度一生的男人星座,摩羯男金牛女对爱情的投入是深切并且全心全意的,将与自己共度一生的男人,也必定是一个能竭尽全力,爱自己点护家的忠诚男人。 摩羯男是隧道了的爱家好男人,对伴侣的忠诚愿越可见,金牛女最容易和摩羯男共度一生,从恋情的开始,彼此都会全身心的投入。 月亮的爱情蜂蜜最干咸,双子女最适合共度一生的男人星座,水平男双子女最受不了,让人窒息的缺氧是爱情,他会觉得生活的空间不能全部被爱情减充,否则双子女会选择逃之夭夭。 双子女一向很喜欢聪明的男人,而水平男恰到好处,得聪明非常适合,双子女最会和水平男共度一生,这样的结合是人心,都会非常愉快的那种类型。 巨蜜女最适合共度一生的男人星座,双鱼男巨蜜女是那种躲在硬壳下,很轻易受伤害的外观内容型,跟她在一起的男人,必须很懂得体贴点疼心女孩子,经得住婚姻中日复一日的琐碎。 巨蜜女跟这个最懂得体贴的双鱼男,一起过日子是最开心的,巨蜜女根本就,不用担心双鱼男会粗鲁无礼的对待自己,让巨蜜女的娇气,随时肆无忌惮的撒出来。 巨蜜女最适合共度一生的男人星座,白羊男巨蜜女尽管外在很自信,然而很少能察觉到她心底深处的不安感。 假如能找一个男人,真的把她当女神一样模伴,便和她共度一生的话,狮子女最愿意。 狮子女的理想情人,岂非就是白羊男,开朗变乐观的天性,是狮子女和白羊男最大的共性。 找到这样的男人共度一生,以此相互扶持,能胜利度过任何难关。 狮女女最适合共度一生的男人星座,天蜜男狮女女披着自我编执的外套里,隐藏着一个连自己都不晓得的性感多情的灵魂,尤其需要一个骑士来唤醒她顶起用她。 狮女女似乎天生就和天蜜男有着神奇的默契,两个人共度一生,最常放起的表情就是会心一笑,同时天蜜男,也是能开启狮女女性感开关的那个人。 天蜜女最适合共度一生的男人星座,天蜜男天蜜女渴望理想主义的爱情,然而这都不妨碍她享受激情和一切华丽的东西。 能和天蜜女共度一生的男性必须具备有良多优点,天蜜女和天蜜男的结合非常有趣,他们都喜欢将家布置的格调高雅,自己圈子里面的朋友很有通信,喜好相近。 这样的他们最轻易在一起白头偕老共度一生,天蜜女最适合共度一生的男人星座,具体蜒天蜜女对爱情的专一可谓是首屈一指,然而她的极度轻易让她错,过幸福。 找一个在情绪波动,时能管得住自己的男人,就是那个能共度一生的有缘人。 天蜜女会被爱自己的具现,那一天24小时无终端的关注,具现男的深情关注,让她感觉非常的暖和贴心,算是星座伴侣中的绝配。 天蜜的姻缘,射手女最适合共度一生的男人星座,射手男射手女,很多时候都是热情如火的,但总是心单影之,她会和懂得欣赏自己的火热,并且愿意一起分享的男人共度一生。 射手女和射手男的结合,可说是能将整个地球,都点燃的热烈组合,长久来看,性格相似的一对总比性格互补的一对更天长地久。 共度一生,摩羯女最适合共度一生的男人星座,除女男摩羯女很清楚自己想要什么,并且不达目的绝不罢休,能够和她共度一生的男人。 必须有足够的点超过摩羯女的自信,才能赢得她的先去交付终生,摩羯女和工作一丝不济的处女男,有两多共同的语言,日常生活中可能会产生一些小小的摩擦,不赖共度一生的激情火花,从不会所以而熄灭,水瓶女最适合共度一生的男人星座,射手男水瓶女最欣赏内外兼修类型的男人,她希望能和自己共度一生的人。 不仅仅是一个伴侣,还应该是一个贴心贴富的朋友,水瓶女和双子男的结合,就是传说中的天生一对点的造诣生,婚姻的天长地久将是必然的结果,共度一生更是顺利成长的事情。 双鱼女最适合共度,一生的男人星座,射牛男双鱼女浪漫而富于幻想,但缺乏应变的能力,常会生活在梦想中而被现实无情的伤害。 所以,她会找一个最符合梦中条件的人共度一生。 双鱼女和金牛男算得上是公认的完美搭配,金牛男的情分会带给双鱼女富足舒适的生活,而双鱼女也能回忆足够的温柔。 狼男双鱼女貌似的共度一生,谁是你的另一半?揭晓另一半的八大特征,如何快速遇到真爱,关于自己另一半的解答快来测测看吧,点击阅读原文,也许一切都会有答案,其实现实特会最后一件点击阅读原文,测你的另一半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